这个都是之前 这个是那个 就是那个 赌的那个人反战 到我店铺拿钱 拿了钱之后 他签了字 后来呢 你就是收条 收条 我叫他印了字了 我大概看一下 这个是2011年的3月份 到12月份 这一年一共是10万2000元 我在里面 好 我把这些交给各位老师 再看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从潘女士给我们的证据来看 痴迷赌博的钟先生 在六年期间 先后输掉将近百万家产 无奈之下 潘女士只能拒绝丈夫提出的 一切索要钱款的要求 而对于妻子的这种做法 愤怒的钟先生 选择用拳头进行回应 他打你最严重 打成什么样 我相片都在这里 我可以看一下吗 用那个拖鞋 他自己的拖鞋 用这样用力打 这个我看你打到头了是吗 这个打到头 这个也是腿上的事 这个是铁杆打的 用铁杆打 钟先生 显然您刚才对我撒了谎 您跟我说 您赌博的时候 最多只输过一万块钱 可是这么多年来 他根本是乱洗的 根本是乱洗的 我根本没说那么多 那里面轻轻轻轻 有别人打的收条 有一个是乱洗 他洗的 我根本都没看见 我自己也没人算 这人那个人 去我店铺拿钱 我就 他那个 要双方 都是牵在里面 他有牵制的 而且您说 您从来没有打过他 这是您骗我的第二件事情 我打他干嘛 我根本没打他 我打他干嘛 那刚才照片里 谁把你老婆打成那 找他吗 那我 你看看 我这里给他扎了转子 是不是 杀了大话 扎了转子 一样不是 把我扎了转子 我这里手上给他 扎了 怎么许都扎出来 你知道吗 在客厅里面 我很怕很怕 就大声喊了 他因为 因为他用那个 啤酒瓶 想扎我的头 我很怕了 因为 我扎你干嘛 扎的头发 怎么都扎到你了 一把一把打过来 我很怕他就 就大声喊救命了 在门口 大声喊救命 后来就是 帮我拉到房间里面 拉到房间里面 他用什么呢 用那个 玉心那个毛巾很大 铺在我的脸 铺在那 我就是要保护我的命 我哄了就是 滚开 滚开 我就是把我飞这样 后来呢 又一次用那个皮带 因为皮带 顺手在那个 挂着柜子旁边 用皮带 要扎在我的头前 我就是很怕 所以潘女士 你们每一次打架 都是因为赌博吗 每一次打架 他就是赌了 就是肥蜂 赌费了就是要钱 恐吓 殴打 为了拿到钱去渡博 钟先生可谓 不择手段 迫不得已 潘女士只能将 家中的所有存折 换掉密码 希望一次来切断 丈夫的赌字来源 但此时 以身陷渡博 无法自罚的钟先生 开始用谎言来筹钱 我听说有一次 他还骗您说是 公安局的局长 要借钱是吗 对 这些怎么回事 密码是我放的 因为卡承者是他那里 他打个电话 说那个局长就在店铺里面 他说自用钱一下怎么样 给我说 后来我就是比较相信他 就密码报给他了 他取了三万块钱 后来我一想 我觉得不对劲 后来打电话给他爸 我说 说他这个回事 他爸说根本不可能 领导这些 到你店铺拿钱 不可能 后来我打电话 又给他 我说 我打了公安局长了 我说没有 不可能 他就是关职了 马上就关职了 关职我就一出来 那时候我和他闹了 就马上就 那时候重重地 就打了 就怕了 也就是说 除了直接问您 要钱之外 他还跟您骗过钱 骗钱 那外面的钱 他借了都不还 有没有高利贷 或者其他人 跑来找你药 都是要我反账 反正他钱 去哪里支回来 他永远不会反账 就是要我反账 刚才我在您的 那堆资料里面 看到了一个 民事的判决书 您当时是起诉了什么 起诉了 钟先生 您当时 接到法院传票了吗 开庭的时候 我没有记得 我什么都没记得 有 他也要签字 没有 我什么都没记得 所以开庭也没有去 没去 现在您妻子来 跟我们说 他的诉求是离婚 其实我想这个词 可能在您的家庭里 也不是出现第一次了 您愿意离婚吗 这个方面 我是说了 我是说两个小孩的问题 是这样子 但是你明明知道 妻子说 只要您不赌博 这个家什么问题都没有 也没有人会提出离婚